10分钟就能把一个1000平米的房子干到35度的电暖器你们见过没有 先看视频 冬天有了这个神器卖煤的都哭了 不用烧煤不用飞炭的超强炙热暖风炮 一台可以带1000个平方 开机3秒迅速炙热 出风口的温度较近1000度 冬天最冷的时候10分钟就可以把室内温度达到35度以上 好家伙这也太牛了吧 有了这个东西谁还用地暖谁还烧煤呀 买来了 视频同款的电暖器 咱们看看是不是真有商家说的那么厉害 可以看兄弟们这个电暖炮就长这个样子 一共花了我398现大洋 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可以看它这个里面设计的是仿煤炭的效果 然后底下这个位置是疏风口 这个东西的重量是特别沉的 而且它这个外盒应该都是铝灰瓶的 可以看它这后面有温度调节 它说这个东西能带动1000平方米的房子到35度 那么我就用我家这个客厅来做一下测试 我家这个客厅一共也就是50平左右 然后我家是地暖 可以看我家现在的温度是26.1度 咱们来看看它这个假火焰的效果 你还别说它这个火焰确实是挺像真的 咱们把开关都打开 然后温度现在已经是最高了 我刚打开 这个区域现在特别热 咱们来继续10分钟 看看能把我这个屋子干到多热 OK兄弟们 时间已经到了 正好10分钟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温度还是26.1度 一度都没变 我特意把这个温度计放到这个东西附近 我怕你们说我故意黑人的产品 不能是我这个温度计坏了吧 咱们放这再试一下 我把温度计放到它的出风口 温度持续上升 苏没有这个温度计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东西你只能站在它的正前方 才能感受到热量 离它稍微远一点你都感觉不到热 那你们说我开了10分钟 温度一度都没有变 它们是不是有点夸大宣传 而且商家说它这个出风口 有1000度的温度 咱们测一下 直接干没温度了 可以看 1000度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这个地方 肯定是有安全隐患的 特别烫手 这回我把它拆开 看看里面到底有啥高科技 我去兄弟们 这个东西拆个里面好简单的 这个是开关的线组 这个旋转的亮条 就是甲火焰的灯光 可以看这个里面 这是一个旋转的滚轮风扇 然后它的底下 就是一个加热板 通过这个旋转 把热风从前面吹出来 我就想知道 这个东西跟我这个吹风机 它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你们觉得花400块买这个东西 是不是智商税 在评论区告诉我